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克蘇 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你可能會進入的各種關係的 優缺點的分析 那我舉例有幾種是比較常出現的 第一種是一對一關係 就是我們一般傳統認為的交往 就是一個人對一個人負責的那種交往的關係 第二種是炮友關係 就是你們之間沒有承諾 就是純粹的肉體 歡愉的那種 那第三種就是開放式關係 它比較偏向一對一那種 可是它是可以跟別的 例如我跟一個女生談戀愛 那它也可以去找別的男生談戀愛 那我也可以去找別的女生談戀愛 那我們是容許的 就是互相是誠實的 那我去做他們這三種大概會有的優缺點 為什麼我想要去講這個 是因為也許你會不小心的進入到某一種關係 假如是男生的話你可能會覺得 炮友關係或是開放式關係好像很爽 你可以一直跟不同的女生發生事情 發生開心的事情 可是可能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對那女生的話就是 一般來說女生應該幾乎都是一對一 那可是它假如不小心的被拐到 變炮友關係或是開放式 那你要清楚的了解自己能不能接受 你假如不行的話 你就可以離開這種關係 就是堅決的說不你不喜歡 對那我先說炮友關係好了 簡單講炮友關係就是如字面上意思 你們就只是運動的朋友 去跑步的朋友 你知道 就是 你們只有在性關係的時候會聯絡對方 當然有很多變化型 就是 很多人可能想說 你要炮友關係 可是你不要承諾 但相處要像情侶 可能有些人是這樣 但是以字面上定義的話 你們就只是會肉體在一起而已 那你們不用對對方負責 或什麼什麼的 所以優點就是 你的性生活 你不用去怕 你沒有性生活 因為你有一個炮友 對 可是缺點就是 當你空虛寂寞的時候 你沒辦法 它沒辦法給你安慰 因為它也不可能對你負責 它不會給你 心靈上的慰藉 或什麼 當你難過你開心 你找它分享 它也許它會跟你聊得很開心 但是 你真的發生什麼事 它其實不會站在你這邊的 因為它隨時說走就走 那炮友關係也是隨時說斷就斷 是不確定性最高的 那它缺點比較偏向這樣 那它優點當然就是我剛剛說的嘛 你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 發生事情 但是你不用負責 可是當然 這個關係隨時可能會變動 你可能會突然變一對一 或開放式 那這個關係其實是 嗯 比較單身的人會去遇到的 當然你假如已經交往再去有炮友 那就是個人道德觀問題 對那我也不多做解釋 反正炮友關係的優缺點大概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 開放式關係 那開放式關係呢 應該很多男生可能有 知道這東西之後 你可能會想嘗試 例如 嗯 你跟你的女朋友已經在一起很久了 但是你們已經了無心意了 然後 你又想要嘗試新的東西 可是你又捨不得分開 你這時候可能聽到這個概念 你就跟他說 我們談開放式好不好 或者什麼什麼的 就是 可能你還是可以跟別的女生 發生什麼 可是我先說 開放式它的基準是信賴跟誠實 就是 我尊重你的什麼什麼 那你要對我誠實 你跟別的女生 做別的事 或你跟別的男生做什麼事 你都要跟我講 那 你要尊重我的意願 我說好和不好 那 你也要尊重我的意願 就是我說好或不好 其實 它的優點就是 你可以 一直享受激情 你可以一直跟不同的女生 或男生 享受 可能熱戀的感覺 因為你可以 嗯 假如對方同意的話 就是OK嘛 因為你們彼此有承諾這些 就是 開放式它跟一般愛情一樣 你們也有承諾 你們也會有 有 嗯 什麼 尊重和規則 可是 可是它有個缺點 就是你得一直去處理情緒的東西 呃 例如 一般的愛情嘛 兩個人相處 彼此一定會有點小摩擦 或是 有點價值觀不合 那 我問你嘛 你變成一個男生對兩個女生 那兩個女生 可能各自可能也跟別的男生 那個摩擦是不是會變大 你們會有很多情緒上的問題 得去克服 假如你是一個 不是渣男啦 你真的會想要去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你會對每個人都負責的話 那談開放式你真的很容易會很累 就是這是缺點 那假如彼此都可以達成共識 那當然很好 可是 嗯 我是覺得一般人很難做到 當然 嗯 普遍價值觀會覺得 你就只是 男生的話 你就只是想要一直打 很多砲吧 當然很多人私心 他就是這樣 對 可是 他中間要處理的情緒啊 嗯 彼此很容易鬧不愉快啊 例如 你要跟另外一個女朋友出去 那 這一個女朋友呢 他可能說你是跟 誰出去 那你也只能老實說 那他可能就會不開心 或是什麼什麼 或是他還會說 大方讓你去 可是他其實不爽 那 你知道 你就要處理這個情緒 你不能逃避這個情緒 就正常的開放式 類似這樣 當然我沒有談過開放式 可是 就我知道的 理解是這樣 當然 有人可以更深入的說 那其實可以去留言 或是 就是在下面留言給大家知道 那 就我理解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方式是 嗯 你談開放式 你的女朋友跟別的男生約會 調情或是發生什麼事 他都會跟你說 但是 你 要接受 你也只能接受 你知道 就是 你得尊重他 你不能你一個人在那邊爽 然後對方想要去跟別人什麼的時候 你不能接受 你這就叫做雙重標準的開放式 其實這就不是開放式了 因為 這就是 你想建立你的後宮而已 就是 沒有想像中那麼快樂 所以有些人會幻想說 那我台開放式會不會比較好 嗯 其實 就是 對 你這樣聽起來好像很自由 但是你們 少了一些獨特性 就是 就是你們少了 嗯 你們彼此之間的一些 我要怎麼說呢 你們彼此之間獨特的東西 因為 你分享的愛 你對其他 女朋友的愛 都是同樣的 那其實 每一個人都是均等 你不能 特別偏重哪一個 你懂嗎 因為你要顧慮每個人的情緒 再來是你們的時間管理 其實會比較的 嗯 你是怎樣 禮拜一禮拜二分給A女友 禮拜三禮拜四分給B女友 禮拜五禮拜六分給C女友 就是 你要好好思考這些問題 假如你真的想要談開放式的話 就是 再來是 嗯 你跟他們發生什麼事其實 都要講 那當然會有人就不講 就是 避重就輕嘛 對 那 這比較偏向模糊地帶 就是 說真的 也有可能 你可以說這是騙 那 開放式不就是要坦誠誠實嗎 跟 信賴嗎 那你假如有騙的元素 會不會比較 比較奇妙一點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關係 它有存在 但是 你真的要做到 其實是很累了 就是 沒有想像中那麼輕鬆 你倒不如去 談砲有關係 只是 你還不用負責 你不用想那麼多 你就只是想要 你知道 就是那樣的話 所以 你只要只是想那樣 你不要進入開放式 對 那 女生的話 比較會遇到開放式的狀況 可能是 你已經談了一個 感情談 一陣子了 那突然他跟你說 他想要 跟你談這種關係 或是什麼的 那 我說真的 假如你不能接受的話 你就得 嚴厲的拒絕 然後 或是分手 或是跟他說你不要 就是 這 當然他會用紅的啦 就是 很多會用紅的 那自己就要去思考一下 對啊 那 一定是感情有些狀況 那 嗯 假如他 一開始跟你準備要交往前 他就表明他說要開放式 那這個男的真的很有尬 我覺得你要 談開放式的話 你 你有種就這樣做 對 這樣子 會給彼此 一個 什麼 就會比較好 當然 我是不知道真的 談開放式的人是怎麼做 可是 我是覺得 他的 原理 你還是一樣 信賴跟誠實 那你誠實 都做不到 很難嘛 那你假如 你很多女朋友 或你很多男朋友 嗯 當然你假如都是用騙的 就是劈腿 你懂嗎 可是你假如是開放式 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大家也都能接受 不能有不能接受 就是大家都要接受 但你的時間分配呢 像 我覺得 一個男人 你就是對你的工作 要負責 你真的會認真 在你的工作上 那你對你的生活 也要負責 你對你的女朋友 你對你的家人 什麼 還有你的朋友 你的時間都要分配好 那你那麼多女朋友的話 其實你的時間分配 會比較的 嗯 會比較 比較困難啦 會比較累 那你假如是超人 你有 這個需求 當然是OK 好 這優點 反正就是 你的優點 你會感受到很多人的愛 但也有很多的負面情緒 你得去克服 和解決 那缺點其實就是 就是剛剛說的 你的負面情緒很多 你得去handle 你不只要顧好自己的 你還要顧好A女友 B女友 C女友 或是A男友 B女友 B男友 C男友 所以他其實沒有想像中 那麼的輕鬆 就是不要想說 喔我就可以一直跟很多人 理所當然 正大光明的做那種事 假如你有點到的關 你不是渣男 其實你會很累 假如你是渣男 沒有到的關 也許就別那麼累 對啊 可是假如不是的話 你可能會很累 因為你要處理很多情緒上的問題 那 第三個就是一對一 我相信很多人 其實想談的是一對一 反正一對一的優點呢 就是你們彼此只有對方 所以 很有可能 你們彼此有各自生活 你可以專心在你的工作上 專心在你的其他的事情 你有興趣想要衝刺的事情 那你們彼此也可以更了解彼此 你們走的關係可以研究對方更深 你們走的路可能也可以更遠 這我不確定 可是 我覺得優點就是 依照傳統的補師價值 你認為的優點 剛剛在一起很開心 你不用去擔心這些東西 它會給你足夠的安全感 那 缺點就是 假如當你 嗯 我是覺得沒什麼缺點 可是 缺點也許 有些人會覺得你 有些人覺得他只一直對一個 他會覺得煩 或是什麼什麼的 但是 我覺得 假如有一個人 他跟你可以一直健健康康 陪伴下去 做很多你們一起創造出來的回憶 我覺得挺好的 那 一對一 可能有人覺得他是很傳統 很 厚 school 就是 呃 其實 有些人會覺得 喔 這不自由啊 一對一點都不自由 可是 說真的 我會覺得 你假如你有很多事情要忙 那一個穩定的愛情 它其實可以幫助你生活各方面很多事情 就是 你想要分享 他也願意聽你分享 然後他分享他的事情 那你在做很多事情 會有一個人 默默 呃 背後支撐著你 你難過 或是什麼時候 你們可以一起扶持 之後過下去 當然 這是一個對方是 也是好的 好的對象 才會有 當然他是壞的對象 你就是會每天 過得很痛苦想要死掉 對 但是好的對象的話 你們會 越 就是一起成長 一起更好 那 優點大概是這些 可是缺點的話 就是可能一成不變 你可能會覺得很膩 你就想到 我未來好幾十年都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也許你會覺得很煩 那 其實就是都有利弊啦 但是 當你進入一個關係 你就要去思考 你現在的關係 你是往哪一個方向前進的 假如呢 砲友最容易就是 你們原本是情侶 最後分手 然後 分得 藕斷失聯 你們可能就變砲友了 那或是 準備要分 那 男方或是女方 捨不得 可是他有想要有新的關係 你們可能就變開放式 那 也有可能這就是一對一的衍生 對 就很多種東西 那也有可能從別的關係變成一對一嘛 那一對一 再來就是承諾 呃 彼此之間的承諾都要遵守 就是 努力的達成 只要你給予的承諾 你是一個道德觀強的 你有責任感的人 就要去遵守他 好 那 嗯 差不多這樣 分析的優缺點 差不多是這些 那這一次 這次的 這次聊天就到這裡唷 那 我們下次見 喜歡的話可以麻煩訂閱一下 或是按個喜歡 那 掰掰 掰掰